美農 我大概是40歲那年回到美農 今年我12歲回來12年 回來之前就只有做單一個工作 就在報社上班 我覺得現在我最驕傲的身份 就是一個農夫 那其實可以去田裡面工作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 算是一個很大的樂趣 這幾種作物 像目前田裡面種的是白玉蘿蔔 黑豆還有黑芝麻 這顆慢慢的都是豆甲 每一個甲裡面如果有三顆黑豆的話 那就是最好的狀況 它的行間長的草 會是這種野餡菜 就跟我們芝麻田看到這種 這種野餡菜一樣 野餡菜很容易搶黑豆的養分 也很容易搶芝麻的養分 其實蘿蔔很怕碰到一種 就是算病重害 就是叫黃條葉炸 所以我們在一般來講 美濃種白玉蘿蔔 你越早種大概就越好 就是水土可以保持得 比較濕潤的情況之下 假設你還沒有開始拔的時候 你是不是整個土 都是被蘿蔔葉所覆蓋 然後就可以保持它的濕潤度 可是你一旦開始拔之後 你慢慢你的土露出來之後 你的土會越來越乾 你剩下的蘿蔔就很容易受到青 那它每天都會長一點 每天這樣這顆就可以拔了 這就是白玉蘿蔔 所以我們第一次叫做白玉小蘿蔔 不要種到太大 今年這塊蘿蔔田 它是完全不施肥 沒有農藥 水洗一洗 然後就入過去炒 入過去做我們的蘿蔔排骨湯 葉子呢 可以拿去做雪裡紅 去炒雪裡紅 所以在蘿蔔田裡面 每一顆蘿蔔都是寶貝 可以了 那像我們曬這個黑豆回來 像這個是我們在打豆的時候 可能把黑豆的皮已經打掉了 因為黑豆皮很薄 那挑豆是一個很花時間的一個工作 所以黑豆產品事實上 對我們來講 它是一個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業務總監 就是我的太太 那我太太她 因為她的姐妹們在台北 平日也是從事業務的工作比較多 所以我們把產品租回去台北 透過她的姐妹們 她有四個兄 她有五個兄弟姐妹 她姐妹們就是 都有一些自己的客群 我目前的產品呢 就是炒熟之後的 就是熟芝麻 還有去磨芝麻醬 我大概是客人有需要的 顧客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把它炒熟 因為我目前都是屬於小量種植 我的作物的產量 其實都沒有很高 因為夥伴們 讓我們引起去那個 草糕糕農園 來去這個 這個 這個拔番薯 挖番薯這樣 因為我覺得草糕糕 其實蠻符合我們賣塊田的狀況 就是 旁邊的草就很高 田裡面的草也很高 草糕其實會讓 就很容易讓人家聯想到 它就是 它是友善農法在種植 我會不會 是友善農法在種植 我會不會 是友善農法在種植 我會不會 是友善農法在種植 這段 是友善農法